一定要放在这边才能插入程序 那当然有同学是邮标放这边 插入程序会怎样 点不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邮标 不是在这一边 OK 要不然如果你没法插入程序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你打一个那个sub 然后呢 刚刚打这些 刚刚这些东西呢中间 就是上面这一串呢如果你不要自己打 就是你 你不要用插入程序产生也OK 就是你直接怎么 假如你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讲 Public其实也不用打 因为这边的话 Public是 一个专案以上才会有共用问题 目前就一个 一个专案不会跟其他专案 有共用的问题 所以目前一个专案嘛 那所以呢 这个Public没有也没关系 这个Public有点像那个网络 网方里面不是共用吗 我要把资料跟别人共用跟程式要跟别人共用 道理差不多 只是目前你们还可以先不用去理会这些 因为目前 即便以后 很少在做那个程式之间的共用 比较少 所以这个 有家跟没家都没有关系 另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如果 打完什么呢 其实打完sub空一格 然后名称 小瓜 我enter 你会发现他也会自动帮你铲在entersub 这样也可以啦 如果你不要插入程序 自己这样打也OK 所以看个人习惯 然后里面的东西的话你就自己再把那个 先产生 一列 再产生回圈 然后包在里面 再去修改 这样OK 所以步骤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以后的话你可以经常练习九轮大概就OK 然后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了 在这边先 执行一下 所以 建议是 把VBA的环境稍微缩小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缩小会把 后面的东西盖住 就看不到 所以理论上会 把它大概缩小一下 然后呢 执行 你要执行的动作 并且让他可以输出看看 做完之后呢 当然 因为如果都在这边执行其实也不方便 每次都还要执行就要开起来 然后在这边按执行 这样好不OK 所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 再把这边增加两个按钮 其实也可以改成笑脸 因为这个概念跟 上次那个一样 你也可以 假设你 不要用 这个比较自视的你可以 插入那个按钮这边 假如你要用闪电也可以 比如说这边用个闪 闪电表示是 把它输出的话 那你要 换一个样式 随便换一个样 按右键这边有一个指定聚集 当按下这个闪电就是执行这个门号 公式 然后 按下 先清楚 按下 OK 那里面的话 其实他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 一个 一个的帮你丢 公式 到储存格里面 那丢进去之后呢 他会自动判断里面如果是 两个双引号 就恢复成一个双引号 并且帮你把它 执行完毕了 任何 其实以后任何地方都可以写类似 只要你有把公式写完 就可以再把它转成VBA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做完之后 另外待会我们要来看那个自定卡 自定卡就更困难 所以在讲这个之前也许我们稍微再做其他的变化题 请各位开启 这一题 101 101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试着做一下 如果我今天 这个是有答案 不过请你把这个答案删掉 这个是给你看 意思就是怎么样 我只要留下中文 Delete 掉 如果我今天只要中文字放在这里的话 那要怎么做 最快 OK 不是慢的 你不要想说点两下 选取 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 那 如果资料多的话 怎么做得完呢 对不对 所以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就是说有这种需求 但是你如果用图管链钢你会非常没有效率 可是问题你要有效率 可是你又没有方法 那问题来了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个 概念 就是说 我要怎么刚好 把前面的中文字拉到这边来 那这边有个固定规则 一 中文字都在前面 有没有你会发现中文字还好都在前面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有全形字 也有半形字 看得出来全形半形吧 SS这个都全形 这个是半形 像Photoshop这个photo也是全形 这个from也是全形 后面又是半形 那它有个规则说如果是半形的话 那一个by车 全形跟中文是两个by车 所以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 可能第一步 如果我要算中文字有几个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切到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 我们如果要把里面的 全形转 全形字先把它转成半形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能会用到几个 一 把那个什么全形 转半形 那你会发现ASCOK 那么ASC 将全形字元转成半形 OK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要算里面有几个字 或者几个by车的话 你会发现前面要跟各位讲LEN 这边可以算几个字 LEN的话呢 不管中文英文都算一个字 但是LEN B的话 是算几个by车 那by车的话呢 就是 英文跟数字是一个by车 中文字是两个by车 所以你会发现LEN算出来了 跟LEN B算出来 结果会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中文不一样 对 最后的话我就知道里面有几个中文字 然后就取前面几个中文就好 应该知道我的逻辑吧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步 可能你就是要先怎么样 先用ASC 按确定 把这里面的字怎么样 把它全形转半形 为什么要全形转半形 因为 全形字也是两个by字 那他变成说他算错了 我们只要留下中文就好 所以 先用ASC 把它转成半形 所以 这个资料库 他不会影响 反正他还是中文 OK 按确定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公式解下来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先用LEN B LEN B在 这里下 文字 LEN B 去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 16个 不 跟这样 16个by车 LEN B就算16 为什么16呢 因为SS 2003的话 都是 算 1个by 所以SS6个 2003的话 4个 10个 那资料库的话呢 他是 等于是 虽然三个字 可是算一个字就 两个by车 所以16个 OK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后面如果我用插入函数 再用LEN算的话 LEN 你会发现 LEN给他 他会是 13个 所以 16减13 那就三个 三个 刚好就前三个 所以有三个中文字 OK应该懂了逻辑吧 所以我们可以 在这边 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减掉 贴一下 差别就差在这个 LEN B LEN B是16个 减掉LEN是13个 所以回来的话是三个字 那三个字的话呢 那我就知道有三个字 所以我要取前面三个 其实就是左边 左边的话就插入函数的话 可以用什么LEN B 那LEN B 那LEN B 的话就是LEN B 贴到这边三个字 哪里 这里 资料按确定 OK然后向下填满 放开 全部 中文的就显示出来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只是说 要怎么收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大概就是几个 第一个是 先怎么样 先LEN 先用 先用ASC 再用LEN B 减掉LEN 减完之后再去取前面三个字 请各位先试一下 当然媒体 云端上面 一定会有题目 所以云端白板 也会有101 那这个是范例档 当然你如果有那个范例档 就直接开范例档 答案在这里 所以刚刚的答案 如果你一下记不起来的话 这边也有啦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呢我们要多学了 总共会有两个 比较 这个 比较少用的吧 不过你也说 少用我觉得导 也还好 因为 你要用的时候你就要懂得有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用 所以第1个我们用ASC ASC是把全形字 转半形字 所以如果说你资料里面有只要有全形 你要转成半形的话 那就是用ASC 其实如果说有些旧资料 通常会是全形的 像什么D-base 常常有些旧的资料 进来都是全形 那怎么办 没关系 用ASC 一下子全部都转完了 转完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L-E-N-B 算 那个里面有几个bytes 减掉它里面有几个字 相差的话呢 就会是中文字的字数了 因为中文字刚好放在前面 所以用L-E-N-B 去抓到前面有几个字 就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中文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说明天有几个字幕 在这里面有几个字幕